林一的腰很软 秦凡搂着对方的细腰 两个人正疯狂亲吻的时候 沈瑶睡眼轻松地下楼来 秦凡松开林一的腰支 走到门口瞅着沈瑶笑着问道 看起来还没睡醒呀 是啊 沈瑶点点头揉着眼睛笑道 走进厨房看着林一红着脸在厨房忙活 顿时沈瑶笑着问道 一 真是不好意思呀 让你来我家做客 你倒在厨房里忙活 还是我来吧 林一摇头笑着白手说道 这有啥呀 我在家都经常一个人做饭 我还是来吧 再说都快做好了 沈瑶恩的一声笑了笑 瞅着林一问道 一 我家很热 我咋看你脸这么红呀 林一更是一阵心虚 下意识地将头别过去 她也不知道该咋说 于是笑着忽悠道 肯定是刚才做了一会儿运动 所以有些热 秦凡心想这林一咋能这么忽悠呀 亲个嘴都能叫运动 顿时她从外面走进来笑道 没想到你还喜欢做运动呀 是做啥运动 林一一听 脸更红了 斜着眼瞪了秦凡一眼心想 这家伙真是明知顾问呀 旋即抬头瞅着沈瑶 只是笑了笑 她也不知道该咋说 索性也就不解释了 很快做好了早饭 几个人吃过之后 沈瑶开车送林一去上班 秦凡则开车回村里 到了卖乡村 已经快吃午饭了 秦凡将车停在门口 现在村头的超市还没开始动工 正在拉材料 所以也没啥事 秦凡随即去了办公大楼施工现场 见一切都好着 旋即跟着父亲秦震两个人一起回了家 吃过午饭之后 秦凡准备回房休息 这时候陈友荣给他打电话过来 陈友荣自从到了机场 一般都很少给他打电话的 接了电话之后 秦凡笑着问道 嫂子 啥事呀 今天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是不是想我了呀 陈友荣在电话里一听 顿时笑着称怪道 是啊 想你了 所以给你打一个电话 顿了一下 陈友荣接着问道 就想问你啥时候来机场呀 秦凡这才一本正经的说道 机场是有啥事 要是有事的话 我下午上山 没事的话 我就过两天来 陈友荣哦的一声 摇了摇头笑道 机场其实也没啥事 一切都好着 不过昨天下午天快黑的时候 后山响起了两声枪响 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些不对劲 秦凡一听 顿时眉头一皱 又问了陈友荣 这枪声是从后山哪里来的 当听了陈友荣的描述之后 秦凡觉得这件事 还真是有些奇怪 虽然之前很多人都是猎手 都会进山打猎 但是经过这两年的进猎政策啥的 所以几乎都没听到过枪响了 这有人打猎 秦凡倒是不怕其他的 他只是担心后山那几条狼 他担心这些猎人 对这些狼下手 顿时 秦凡跟陈友荣说 他下午过去看看 旋即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秦凡 躺在床上 这时候 他的心里隐隐生出不好的感觉 他总觉得 后山那几条狼 很有可能会是目标 顿时秦凡也睡不着了 直接下床 旋即出了门 开车上山去了机场 秦凡到了机场 工人们还在午休 他也没叫醒众人 不过孙大柱几个人 一瞅秦凡忽然来了 一个个倒也没有睡觉 跑出来看秦凡有啥事 需要他们办 陈友荣也跟着出来了 秦凡问了孙大柱 他们昨下午那枪声是咋回事 孙大柱几个人又讲了一下 听完之后 秦凡让他们去睡觉了 这时候陈友荣问道 小凡你咋这么早来了呀 是啊 秦凡点了点头 我去后山看看 陈友荣嗡嗡的一声笑着说道 那要不然 我跟你一起去吧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秦凡不想让陈友荣 看到那几条狼害怕 于是摇了摇头笑着说道 嫂子没事 我去后山 瞅瞅就回来了 旋即他让陈友荣去睡觉 然后将小梨带上去了后山 夏天的山里 树林郁郁葱葱 枝叶繁茂 幸好秦凡轻车熟路 很快到了后山 路经那片林间套中的山药地 秦凡看了一会儿 这才到了几只狼之前居住的那个山洞 令秦凡郁闷的是 以前他还没到山洞 几只狼便会出来跑到他跟前 不过这次秦凡却发现他到了山洞 却没有见一只狼的踪影 秦凡趴在洞口又叫了两声 但是也没一点动静 他心想这几只家伙跑哪儿去了 秦凡又在其他的地方找了 但是也没有找到 他正郁闷的时候 这才看到两只狼正在一片草丛里握着 一见秦凡 这两只家伙顿时站起身抖了抖身子 跑到秦凡跟前 用身子轻易地蹭着他 见到这两只家伙 秦凡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 蹲下来 秦凡摸着狼的脑袋笑着问道 你们没啥是吧 两只狼又蹭了蹭秦凡 旋即晃了晃狼脑袋 秦凡知道这两个家伙 表示他们没事 于是又问了其他几只同伴在哪 那两只狼 旋即扭头冲着身后嚎了两声 秦凡再度拍拍脑袋 这才起身向着后山去了 在后山走了很久 他也没看到其他几只狼的背影 一直走到原始森林的边上 秦凡才停下了步子 他心想 这几只家伙 肯定不会进原始森林 秦凡正要转身回去的时候 这时候 他又不自觉地停下了步子 一想到这几天 他一直想着的那个古树山洞 那只巨蟒和那把古剑 秦凡心头又一颤 顿了一下 他下意识地转身 进了原始森林 他很想看着那个山洞 只是随着秦凡越往里面走 他肩膀上趴着的小梨 便显得越焦躁不安 小梨这家伙通灵 明显知道 秦凡是要往那个地方去 顿时喵得叫个不停 在他肩膀上一个劲地跳动 秦凡瞅着这家伙笑着安慰道 你放心 我只是过去看看 等小梨稍微安静了下来 秦凡这才加紧脚步 一个多小时后 秦凡便来到了那个古树跟前 古树依然未变 那个洞口也在 秦凡略微犹豫了一下 旋即才走到洞口跟前 趴在上面 一股冷风鱼灌而出 一道吼声从洞里传了出来 我日 秦凡吓了一跳 急忙缩回头 站在树洞口 转头看着肩膀上的小梨 这时候 小梨也在盯着他 秦凡无语地摇了摇头 他现在一想到 巨蟒心里还是一颤 站在洞口秦凡停了一会儿 他心想 啥时候再进去一次 然后揭开清官 将那把古剑拔下来 不过现在很明显 他还是没有胆子进去 实力不计进去肯定找死 停了一会儿 秦凡正要回去 这时候 忽然从远处传来两声枪声 秦凡一听 转头瞅着远方 听到枪声的方位 是从机场的后山传来的 顿时秦凡眉头一皱 忽然又是两声枪响 紧接着 秦凡就听到 两声狼嚎传来 声音带着一丝悲凉愤怒 这个时候 秦凡才着急了 急忙将脚下的小梨抓起 放在肩上 秦凡一路往回跑 这里除了秦凡之外 几乎都没有人来 所以路特别难走 秦凡身一脚 潜一脚地往下跑 他现在的速度 已经算是很快的 但是秦凡还是恨不得 自己有翅膀 一边跑着 一边骂着 此时在林间 有四个汉子 个个身材高大 皮肤有黑 其中两个人手里 还各自端着一把枪 这几个人是从外地来的 前两天专门跑到这里 来打猎的 昨天在森林里 寻找猎物的时候 忽然碰到了一只 在森林里寻找 食物的野狼 几个人一想 这狼可不是傻好东西 而且狼皮也值钱 于是毫不犹豫地 就开枪打 狼本来就怕枪声 一听枪声就跑了 于是 这几个家伙 就一路追跑到后山来了 几个人找了大半天 终于找到一只狼 于是 几个人便将狼 逼到这个悬崖上 在他们跟前 有一只刚成年的狼腿 有些瘸 被逼到一个悬崖跟前 而这个狼 正是之前替秦凡 看过山主要地的月狼 这时候月狼眼露凶光 撕着牙 瞪着眼前这几个人 他恨不得想要咬死这些家伙 但是他又害怕 对方手中的枪 月狼低声乌咽着 似在低吼 又好像是在绝望的悲鸣 不时地看着脚下的悬崖 这要是跳下去肯定就完蛋了 一个大胡子的汉子 瞅着月狼走投无路 笑着说道 我说搁几个 这只狼要是弄下来皮子 买个万把块 可不成问题呀 这段时间 可够咱搁几个爽一阵的了 另一个家伙笑着说道 娘的 卖了钱 直接包个女大学生干一下 他娘的 女大学生一晚上可千把块啊 你这玩几次就没了 另一个人在说着 娘的 先别废话 赶紧弄死这个狼 等钱到手了 咱再讨论干女大学生的事情 大胡子瞪了对方一眼 笑哈哈道 怕球呀 这狼现在已经是咱们 搁几个的囊中之物了 谁要是敢从咱手里抢 老子第一个弄死他 说着大胡子端起枪 然后瞄准狼头 其他几个人 甚至已经准备好了刀子啥的 等弄死这些狼 他就等着包皮卖钱了 这时候大胡子正要扣动扳机 忽然秦凡从后面 传来一声怒吓让住手 顿时几个人扭头一看 便看见秦凡站在身后 气喘吁吁的 衣服和脸上 都有被叶子划破 其中一个人盯着秦凡 旋即冲着大胡子笑着说道 瞧你这个乌鸦嘴 现在有人来捣蛋了 现在咋办呀 大胡子冷哼一声 饶有兴致地看着秦凡 冷笑道 他娘的 就是一个矛头小伙 他要是敢捣蛋 老子就弄死他 于是大胡子收起枪 走到秦凡跟前笑着说道 小子 你哪来的 滚蛋 这时候月狼瞅着秦凡来了 顿时眼睛一亮 好像看到希望 对着秦凡低沉的吼两声 不过他被这几个家伙困着 不敢冲过去 秦凡瞅着月狼 心头一沉 心想 幸亏他跑得快 要不然再晚一会儿 就完蛋了 这头月狼 是他最喜欢的 所以秦凡不容许 任何人伤到这头狼 他现在想办法 救下这头狼 于是秦凡 走到大胡子跟前冷冷道 放了这头狼 你们跑到森林打猎的事情 我就当啥是没发生过 大胡子一听愣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 这家伙 竟然敢这妖 牛逼哄哄的跟他说话 等反应过来 他顿时哈哈一笑说道 太娘的 你他妈确定 你不是在做梦 你知道 你现在跟谁在说话 这妖 牛逼哄哄的 秦凡也没生气 摇了摇头笑着说道 我是认真的在跟你说 这头狼是我的 我不会容许任何人伤他的 娘的 大胡子一听就生气了 瞪着秦凡骂道 老子要是弄死他 你还想咋 咬老子球呀 滚他娘的一边去 说着大胡子 重新端起枪 瞄着狼 这时候秦凡不高兴了 一个箭步冲过去 一把握着枪说道 我劝你放下枪 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大胡子一瞅秦凡这家伙 还真要牛逼 于是更加生气了 一拳向秦凡砸过去 秦凡身子后 已躲过对方那个进拳 他并没有动手 而是再度警告道 放过这只狼 啥事都没有 这些家伙手里有枪 他担心枪走火 无论伤到谁就不好了 这家伙一见自己那拳头 竟然落空 顿时大胡子更加生气 于是骂道 放你他娘 老子今天不但弄死那只狼 还要弄死你 说着大胡子又一拳咋来 秦凡这时候眉头一皱 拨开对方的拳头 抬手趴的 直接给了大胡子一巴掌 大胡子脸上一阵吃痛 他没有想到 这家伙竟然躲过他的拳头 而且还给一巴掌 更重要的是 他刚才在同伙跟前吹牛逼说 要弄死对方 现在竟然被人打了脸 顿时大胡子摸着脸 怒吼着双拳齐冲砸了过来 秦凡抬腿一脚踹在对方肚子上 大胡子直接被踹翻趴在地上 这时候其他几个人见大胡子 竟然不堪一击 惊讶愤怒之余 顿时扑上来 其中一个人将枪头对准秦凡威胁道 他娘的 举起手来 要不然老子一枪直接崩了你 秦凡瞅着对方的枪口 顿了一下秦凡旋即点了点头 双手举起说道 好啊 我举起手别乱来啊 咱有话好好说 好说你他娘 大胡子从地上爬起来 一拳砸向秦凡 只不过被秦凡一把躲过了 这时候大胡子已经气差了 顿时冲着持枪的男子怒道 老三还等啥 娘的毙了这家伙 拿枪的老三心意狠 咬着牙正要扣扳机 这时候秦凡急忙摆手笑道 真别乱来啊 你们要是开枪的话 这可要坐牢的呀 坐牢老子也愿意坐 大胡子见老三那家伙 磨磨蹭蹭的 顿时从秦凡的脚下去 拿另一把枪 这时候秦凡眼神一冷 反手一扣 直接躲到对方的身后 同时反手掐住对方的脖子 随即他抬头看着那几个家伙 笑着说道 放下枪 要不然老子直接掐死他 大胡子没想到 这家伙伸手这么快 这时候他也不能耸呀 他肯定要硬气一下 顿时大胡子冷笑道 他娘的小子 你有本事就弄死老子 弄不死老子 待会儿就弄死你 是不 秦凡瞅着这家伙装逼笑了笑 于是点了点头说道 那好吧 那老子就成全你 说着秦凡手上发力 只听大胡子啊的一声 跟杀猪似的惨叫 听到这个惨叫声 秦凡也没手软 手上继续发力 大胡子疼的喊叫声更大 这时候大胡子耸了 于是急忙摇头求饶道 哎呦疼 疼 手下留情 秦凡一听 这才微微松了松 这才说道 现在让你们的人放下枪 大胡子肯定不敢不从呀 于是急忙让同伙放下枪 其余三个人 见秦凡这家伙 伸手这么厉害 而且他们 只是为了一张狼皮 犯不着杀人 顿时将枪放了下来 秦凡让对方又将枪踢了过来 等枪到了他的脚下之后 秦凡这才松开大胡子说道 你们今天运气好 老子不想跟你们计较 不滚蛋吧 说着 秦凡将枪扔到旁边 旋即冲着月狼招手 这时候 大胡子一见秦凡手里没拿枪 于是冲着其他其他几个人使个眼色 灯使几个人一起向秦凡扑来 秦凡心想 这几个家伙还真他妈找死 也彻底怒了 一阵霹里啪啦之后 几个人倒在地上痛哼声不断 这时候月狼也跑过来了 秦凡瞅着月狼这家伙 竟然一瘸一拐的 这才发现 他的腿上被子弹有些擦伤 秦凡眉头一皱 转身到了大胡子跟前给了几拳 接着他又给其他几个人几拳 等对方哭爹喊娘求饶的时候 秦凡才停了手 瞅着这几个家伙 秦凡冷冷道 要是让老子 下次再在这里碰见你们打猎 老子就弄死你们 这时候那几个人彻底的耸了 急忙点头说 以后再也不敢 秦凡这才没计较 秦凡随手将那两支枪 扔进了悬崖下面的河里 下面河水湍急 那两支枪就算报废了 秦凡便带着月狼走了 将月狼带到后山的山洞那边 这时候 其他几只狼 见秦凡带着另一个同伴回来了 几只狼争先恐后地跑了过去 在洞口 秦凡让月狼躺下 随后将手掌放在山口处 紧接着灵气缓缓地输入月狼的皮肤中 三分钟后 秦凡这才收回了手擦擦汗 瞅着伤口无大碍 这才松了一口气 将几只狼安顿好了之后 秦凡又起身到了那个悬崖处 见几个人已经没了影子 秦凡这才直接回到了机场 陈友荣还在担心秦凡 这时候一见秦凡回来了 顿时跑到秦凡跟前松口气说道 臭小子你真是吓死我了 咋了嫂子 秦凡笑着问道 等陈友荣说完之后 秦凡这才知道 一个多小时前 陈友荣听到那几声枪响 他还担心秦凡的安危 打电话打不通 陈友荣着急的 都想要跑进后山去找他 随即秦凡笑着说道 嫂子你放心吧 我咋可能有事 陈友荣瞪了一眼说道 臭小子别这么自信 刚才还真是吓死我了 你肯定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 晕 秦凡一阵无语 笑着说道 咋还有心理损失费呀 说着 秦凡瞅着四下无人 这才凑到陈友荣跟前 笑着说道 好吧 那到了房间 我好好陪给你 陈友荣脸一红说道 就知道 你小子没安啥好心 虽然这样说着 陈友荣还是转身 向房间走去 秦凡也跟了进去 陈友荣的房间 一直在角落 平时很少有人来 所以他并不担心 刚进来 陈友荣就迫不及待地搂着秦凡的脖子 两个人就亲在一起 紧接着 秦凡将陈友荣抱在床上 很快 衣服一件件地飞了出去 两个人疯狂过后 躺在床上又温存了一会儿 玄机秦凡起身穿了衣服 在机场给孙大柱和其他几个人 交代了几件事之后 他便准备回村里 这时候 黎娟走到秦凡跟前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小凡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下山呀 今天孩子 他奶奶身体不好 孩子在家没人看管 他向来脸皮薄 刚好两天前休了假 这次又请假 所以有些不好意思 秦凡一听 当即点头说道 好呀 我顺便带你下山 说着 秦凡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黎娟急忙进宿舍 收拾了东西之后 便打开车门 坐到了副驾驶上 秦凡这才开车往山下走去 在路上刚开始 黎娟还有些不好意思 用余光瞅瞅秦凡 最终黎娟开口笑着说道 小凡真是谢谢你了 没想到你还给我嫁 秦凡顿时扭头 看着对方 白手笑着说道 这有啥客气的 奶奶生病 孩子没人看管 你回去可以理解 要不要我多给你两天假 等孩子奶奶病好了 你再上山 黎娟一听 急忙摇头笑道 还是不用了 我明天下午就上山 他奶奶不爱是的 秦凡呕的一声 也没多说啥 继续开着车 这时候 他才不经意地 瞅着黎娟坐在那里 好像有些不自然 紧夹着双腿 而且双腿不停地护抹着 顿时秦凡笑着问道 婶子你没事吧 黎娟脸一红 抿了抿嘴摇了摇头 但最终还是开口说道 小凡 那个 刚才走得着急 我想方便 秦凡无语地瞅了一眼黎娟 见对方脸很红 他也没说啥 旋即看了一下窗外 秦凡将车停在路边 笑着说道 婶子 你到那树林里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 黎娟嗷的一声点了点头 打开车门走到路边 顿了一下 又转头 走到秦凡跟前 想说啥 又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咋了婶子 秦凡笑着问道 黎娟苦笑一下 红着脸说道 小凡 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啊 那个里面看起来有些恐怖 秦凡一听顿时无语 他下意识地往里面一瞅 树凡之貌 秦凡心想 一个姑娘进去 还真是有戏怕 于是 秦凡点了点头说好 这才下了车 带着黎娟一起走到森林里 走到一处宽阔地带 秦凡背过身笑着说道 婶子 我就在这里转过身 你赶紧方便吧 黎娟嗷的一声 走到一块石头跟前 片刻后 黎娟这才走出来笑着说道 小凡咱们走吧 秦凡嗷的点头 玄机两个人钻进车里下山 到了村里 秦凡将黎娟直接送到家门口 然后他才开车回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 秦凡一直在忙着公司的事情 现在他这里不仅要建办公大楼 而且还要建超市 另外 他还得抽时间 去给村里人去指导一下蔬菜大棚的事情 总之很忙 建超市很简单也很快 只是建造几个房间 所以一周后村口的超市就建成了 接着又花了一周装修啥的也好了 大夏天的天气比较热 所以晾晒很快 只需要几天时间就晾干了 秦凡也免了花灵符 这天李孟玲又跑到秦凡家里来 秦凡在公司 结果李孟玲又跑到公司找秦凡 敲了敲办公室门 秦凡抬头一瞅见是李孟玲 顿时站起身笑着说道 嫂子你咋来了 是啊 李孟玲笑了笑 走了进来 瞅着办公室一眼 这才看着秦凡笑着说道 小凡 我瞅超市已经建好了 你准备啥时候开业呀 秦凡一听笑了笑 倒了一杯水给李孟玲说道 嫂子我看你好像很着急呀 哪能不着急呀 李孟玲接过水杯笑了笑说道 你还别说 自打上次咱说好 我到时候给你进行超市 这段时间我一直盼着呢 自打蔬菜大棚的蔬菜种子种完 李孟玲显得无聊 这几天一直盼着秦凡的超市能开业 这样就能跟秦凡离得更近 晕 秦凡一阵无语 笑了笑说道 嫂子 先不着急 超市的货架啥的还没买 得买了货架那些东西再开呗 李孟玲一听 急忙站起来笑着说道 那赶紧买呗 到时候你去买的时候 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一个大老爷们买那些货架 肯定容易被蒙 秦凡心想着李孟玲还真是有意思 于是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那成 我后天会闲一点 到时候咱去县城看一下货架呗 李孟玲肯定高兴呀 顿时点头挨的一声 这才跟着秦凡 又扯了一会儿才回了家 秦凡只是无语地笑了笑 急忙忙他的 时间过得很快 这几天也没啥大事 后天很快到了 秦凡本来打算一大早去县城的 但因为有些事情耽误了 所以一直忙到下午 瞅着时间比较紧张 秦凡打算次日去的 但是李孟玲等不及了 他一向是个急性子 见秦凡又拖延时间 便忽悠秦凡当天下午去 秦凡也是醉了 心想着李孟玲这件 好像比给他自己办事还认真 秦凡也不想打击对方的积极性 顿时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那成嫂子 下午去可以 不过万一下午事没办完 可能要在县城住一晚 李孟玲一听顿时摆手说道 住一晚上就住一晚 这有啥呀 他心说晚上还可以跟秦凡待一起 也挺好 秦凡点了点头 便开车带着李孟玲去了县城 到了县城 已经下午三点多 二人到县城的那种货柜店里 看了一下 虽然有 不过这些东西 秦凡并不满意 他的超市虽然不大 不过秦凡不想将就 还是想着买好点的那种货柜 于是两个人一直转到了晚上七点多 夏天虽然天黑得比较晚 不过有的店就关门了 于是从另外一家店出来之后 秦凡笑着说道 嫂子 看来 今下午还真不顺利 咱晚上在县城住一晚 只能等着明天看了 咱们先去吃饭 李孟玲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好啊 那就在县城住一晚 旋即两个人随便找了一个餐馆 吃了点饭 吃过饭后 秦凡笑着说道 嫂子 咱们去开房间吧 说完秦凡似乎觉得说得有些不妥 于是又改口说道 嫂子我的意思是 咱们去睡 日 秦凡急忙闭了嘴 他心想娘的这咋 越说越觉得奇怪 于是秦凡抬头瞅着李孟玲笑道 嫂子我的意思是 你就别你的意思了 李孟玲脸一红瞅着 秦凡笑着说道 你的意思嫂子明白 不用解释了 说着李孟玲起身出了饭馆 秦凡也跟了出去 在饭馆的旁边有一个快捷酒店 秦凡二人便走了进去 到了服务台前 秦凡本来想要两间房 这时候那柜台小姐笑着说道 先生不好意思呀 我们这里只有一间标间了 秦凡饿的一声 心想娘的这酒店人还真多 顿时秦凡转头 对着身后的李孟玲笑着说道 咱们去另外一家吧 这时候李孟玲瞅了秦凡一眼 顿时摇了摇头笑着说道 还是不用了 懒得找了 就那一间房吧 又不是大床房 你怕啥呀 秦凡一听顿时无语 他肯定不怕呀 只不过他在顾及李孟玲的想法 于是秦凡摇了摇头笑着说道 我不怕 我就是怕你心里觉得不舒服 李孟玲瞅了这家伙一眼 心想这家伙为他这么着想 真的假的 于是摇头笑着低声说道 我也不怕 再说你之前又不是没有看过那啥 就这件了 秦凡一听李孟玲这样说也是醉了 啥叫他看过 不过他也没再说啥 随即开了一个标间 拿到房卡上了楼 打开门将房卡放在桌上 秦凡愣在那里 还有些不好意思 反倒是李孟玲倒是显得很随意 实际上他也希望两个人能住在一个房间 李孟玲走到靠里面的那个床跟前 瞅着秦凡还站在那里 于是笑着说道 小凡 愣在那里干啥呀 是不是感觉跟我住一起 有些害羞呀 秦凡饿的一声 摇了摇头笑道 嫂子 我咋会害羞呀 说着秦凡走到床跟前 瞅着李孟玲两只大眼睛扑散着 正盯着他 于是秦凡急忙别过头 随手拿起遥控打开了电视 李孟玲瞅着这家伙还真害羞 顿时扑吃抿嘴一笑 于是站起身笑着说道 小凡 下午跑了一天了都是汗 嫂子先去洗个澡 好啊 秦凡点了点头 瞅着李孟玲走进卫生间 秦凡才长嘘一口气 他心想娘的 李孟玲他怕个毛呀 再说他以前又是替对方治过病 顿时秦凡心中坦然了 脱了鞋子秦凡钻进被窝 一边看电视 一边玩手机 他用微信 在跟陈青聊着九月初开学的事情 半个多小时后 李孟玲裹着浴巾走出来 秦凡瞅着对方裹着浴巾 只见雪白的脖梗之下 那一道迷人的事业线 若隐若现 秦凡用余光扫了扫 吞吞口水 假装没看到 他之前虽然见过李孟玲的胸脯 但是当他再度看的时候 还是觉得很新鲜 而且很好看 李孟玲走到靠里的那张床前 下意识地看了看秦凡 见这家伙眼神盯的电视 他心想 这家伙生失假正经呀 于是 李孟玲钻进被窝 这才对着秦凡笑着说道 小凡 我晚上能不能光着身子睡觉呀 你可别不好意思呀 秦凡饿的一声 心想着李孟玲是不是故意的呀 顿时无语道 你想咋睡就咋睡 说着继续看着电视 李孟玲嗷的一声笑了笑 这才脱了雨袍 紧接着李孟玲扯开被子钻了进去 钻到被窝 李孟玲单手撑的脑袋 看着秦凡坐在那里假模假样的看电视 于是李孟玲笑着说道 小凡 嫂子问你一件事啊 嫂子你有啥话问呗 秦凡转过头看着对方 李孟玲闻嘴一笑问道 你有没有跟女生干过那种事呀 其实他一直好奇 秦凡顿时无语瞅了一眼 对方没有说话 这时候李孟玲看着秦凡不说话 于是扑痴一笑 顿了顿说道 你也别不好意思 嫂子是过来人告诉你呀 如果你要是还没有跟女生干那种事情 你就抓紧干 要不然等你结婚的时候 你要是对那方面不懂 你会被你媳妇笑话的 秦凡一听胆子也大了 于是秦凡瞅着对方笑着忽悠道 嫂子 我还真没有干过 要不然你今晚上教教我 李孟玲脸顿时一红 这才悠悠的眼神看着秦凡说道 臭小子又拿你嫂子开刷是吧 接着李孟玲画风一转笑着道 不过呢 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看你行不行呀 秦凡咧嘴一笑 眼神又贪婪的 在对方的雪白的香肩上看了一眼 于是摇了摇头 关了电视 这才躺到另外一张床上 虽然他现在恨不得扑到李孟玲的身上 不过他还是有点理智的 李孟玲有男人 所以秦凡不想跟着李孟玲胡来 李孟玲见秦凡这家伙 没啥反应了 只是在心里轻叹一声 他心想 这家伙还真是正人君子呀 于是 李孟玲苦笑一声 便也睡去了 第二天 秦凡起来得很早 去外面沿着大街跑了一圈之后 顺便带了早餐进了房间 这时候李孟玲也醒来了 吃过早饭之后 二人便退了房 秦凡跟李孟玲又出去看货架 直到下午两点的时候才将事情搞定 货架过两天送来 紧接着秦凡又去县城批发市场那儿 敲定了货物 到时候让他们一起送来 这样也不耽误开业 将这些事情办妥 秦凡便带着李孟玲回了村里 这时候李孟玲也放下心了 兴冲冲地回到了家 等着过几天秦凡的超市开业 他到时候就可以当营业员了 忙碌了一天的秦凡 刚回到家便去睡觉了 直到翠兰喊他吃饭的时候 秦凡才起来匆匆吃过饭后 又去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 秦凡吃过早饭便去了公司 刚到公司坐了一会儿 这时候有人给他电话 瞅着是一个陌生号码 不过这根电话秦凡却又觉得熟悉 于是眉头微微一皱 但秦凡还是接了电话 等对方说明身份之后 秦凡这才知道这家伙是朱浩 以前导过那个老家伙 人穿号二找他比一数的时候 这个朱浩是那个老家伙的翻译 不过那次秦凡并没有跟老家伙比一数 而是骂了一顿就出来了 这次朱浩跟之前没啥变化 跟秦凡说话还是那么客气 但是客气中透着一股谄媚 对这个朱浩秦凡没有一点好感 于是冷冷问道 你找我啥事 朱浩在电话里笑了笑说道 秦先生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是想要跟你合作 合作 秦凡冷笑一声说道 你不会又给人穿号二 那个老家伙当说客 让我跟他比一数吧 朱浩摇了摇头笑着说道 秦先生 你误会了 我这次并不是找你 让跟人穿先生比一数 而且我也知道你不会比的 这次这个合作 是导国有个商人 看中了你之前的蔬菜种子 所以想要跟你合作 买你那些种子 秦凡一听顿了一下 他倒是没有想到 他的蔬菜种子 竟然会被导国那些家伙看到 不过也正好 秦凡想着 这倒不是啥坏事 之前导国的电子产品 在华夏赚的钱很多了 所以这次秦凡打算 也好好压榨一下对方 于是点头说道 行啊 可以合作 朱浩一听很高兴 他没有想到 秦凡这家伙 竟然一口答应 顿时朱浩笑着说道 那秦先生 我能不能先问一下 那个蔬菜种子 大概价位是在多少呀 秦凡冷笑道 价格我跟你谈不着 你找你的老板跟我谈 说着秦凡挂了电话 玄机秦凡继续忙他的事情 四日上午 秦凡在蔬菜大棚 朱浩又给他打电话过来 只是这一次 朱浩跟秦凡说了 他跟那个岛国人 已经到了麦乡村 挂了电话之后 秦凡便从蔬菜大棚 出来回到村里 在村口果然看到 朱浩跟着一个 矮鸽子的岛国人 对方是来谈生意的 所以秦凡也没太冷淡 只是寒暄几句 然后互相介绍 秦凡这才知道 这个家伙叫真田一郎 三十多岁 是仁川浩二的徒弟 不过这个真田一郎 虽然学医 但是并没有从医 反而从商 而且公司做的也很牛逼 村里很多人没出过远门 几乎都第一次见岛国人 所以当秦凡 将这两个家伙 带到家里的时候 很多村民都围了上来 小凡 这就是以前欺负藏国人的 岛国坏蛋吧 一位老大爷 恨恨地问道 这家伙一看就欠走 而且还不要脸 另外村民附和道 听着村民 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秦凡也是醉了 将聚在门口的村民 打发走了之后 秦凡叫门关上 这才带他们到了客厅 坐下之后 翠兰给泡了几杯茶之后 便拾去地走了 一直以来 只要秦凡跟别人谈事 翠兰一般都不参与 等几个人坐定后 秦凡瞅着那个低个子的 三十多岁的岛国人 笑着说道 丑见了吧 你们岛国人在我们这里 好像不咋受欢迎呀 真田一郎也会汉语 一听秦凡这么说 顿时点头笑着说道 是啊 我看这里的人民 对我好像不太友好 不过秦老板你放心 我只是一个生意人 是来谈生意的 其他的 我倒不是很在乎 秦凡听这家伙说话 语气里透着一股装逼的味道 顿时心里就不爽 于是秦凡笑着问对方 具体是进行啥的 真田一郎这家伙 一向就高傲 所以比较爱装逼 而且实际上 他本来就看不起 华夏的很多东西 包括眼前的秦凡 要不是他今天 喂了蔬菜种子 他肯定不会跑到 这么一个烂村子里 现在真田一郎 听秦凡问他是做啥的 他肯定要装一下逼 顿时真田一郎 用不太流利的中文 牛逼哄哄地跟秦凡说了 他在岛国那边如何的牛逼 公司做得多大傻的 总之每句话里面 都透着一副 老子很牛逼的气势 实际上 商业合作谈判如同博弈 哪个公司 无论资本财力牛逼 很明显就有话语权 所以真田一郎 想用自己的大公司 压倒秦凡这个小公司 说完之后 真田一郎 看着秦凡牛逼的问道 秦老板 我的公司也就这么一点 现在秦老板 能不能讲讲贵公司的实力呀 秦凡抬头瞅了一眼 摇头笑了笑说道 我还真没啥可讲的 我的公司你们来之前 肯定也了解过了 就一个蔬菜大棚 真田一郎鄙视地 看了一眼秦凡笑着说道 秦老板不知道 是不是太谦虚了呀 你这点家当 还真是有些寒碜呀 这气势 就好像是老子这么大的公司 跟你合作 也是太看得起你了 顿了一下 真田一郎又换了一副口吻笑着说道 不过你放心 以后我们俩的达成深度合作 我一定会让你的公司变得很厉害 秦凡看了看对方 心想深度合作你他娘呀 顿时秦凡摇头笑道 你们岛国人真他妈虚伪 不就是买个种子 谈个狗屁的深度的合作呀 玄机秦凡拿起茶杯一眼而尽 随机摇头笑道 另外你还别说 我这公司还真是寒沉 不过我想不通 刚才听你说你公司这要牛逼 你应该找一个跟你一样牛逼的公司合作 不过你找我这么小的公司 你们公司是不是贱呀 真田一郎顿时脸一红瞅着 秦凡说道 秦老板 你这人咋这么说话呀 秦凡用鱼角扫了对方一眼笑着说道 那你要我咋跟你说话呀 我是不是还得跟孙子似的给你赔笑 然后跪舔着 让你买我家的蔬菜种子 随机秦凡摇摇头 端起茶壶又倒了一杯茶 这才接着说道 记者这是在我们华夏的地盘 你压偶尔装逼可以 别处处装逼 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小心外面那些村民进来弄你 我到时候还真没办法 真田一郎顿时气地站起来 瞪着秦返 他没有想到 这个家伙这么跟他说话 想他真田一郎 以前在华夏 无论跟谁合作 凭着他公司的实力 对方基本上都很恭敬 虽然他知道这家伙的脾气 数月前 这家伙在医术大会上揍他的师弟 后来又骂他师傅人穿号二 但他没有想到 这家伙竟然这么横 这时候 秦凡抬头瞅着对方笑着说道 你什么你 我告诉你 想谈合作 就给我别他妈装逼 别忘了 现在是你买我的蔬菜种子 另外现在坐下 别显得你好像比我高似的 真田一郎又是气得一阵发颤 这时候旁边的朱浩 急忙拉着真田一郎陪笑道 真田先生 赶紧坐下吧 你别忘了 咱们来之前 你的师傅仁川先生说的话 真田一郎不知道秦凡的手段 但是朱浩可是很清楚的 当初秦凡这家伙 在医术大会上 奏倒过医生的时候 就让朱浩对秦凡是有些惧怕 所以他一点都不敢在秦凡跟前撒野 真田一郎一听 瞪了朱浩一眼 这才气冲冲地坐下 缓了一下 真田一郎换了一副面孔 平缓地说道 好了抱歉 秦老板 刚才是我太冲动了 咱们谈谈蔬菜种子吧 你打算一斤多少钱 秦凡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这个好说 价格可以给你优惠点 一斤也就一千块钱吧 他给李孟玲他们 一斤是十块钱 给其他外人是一斤五百块 但是给这个倒过家伙 秦凡直接要了一千块钱 真田一郎一听顿时脸色一抽 瞅着秦凡冷笑道 秦老板 你没有跟我开玩笑吧 一斤一千块 你觉得 我会不会跟你开玩笑呀 秦凡转头看了一眼对方 旋即点头笑着说道 你没有搞错 一斤一千块 不要可以滚蛋 真田一郎气得身子一抖 但还是没说话 这时候下意识地看着朱浩 朱浩脸色也是一黑 顿了一下说道 秦先生 你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在低点呀 我们要的量比较多 秦凡顿时摆了摆手说道 就这个价格了 我这种子 既然敢这么高价 肯定值这个价 我说了 不要可以滚蛋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里听 有些家伙吹牛逼 说着 秦凡要起身 这时候胡朱浩一把拉着秦凡笑着说道 秦先生 先别着急走呀 我跟真田先生在合计合计 秦凡瞟了一眼 玄机自顾自地在旁边品茶 真田一郎二人 便在旁边低声谈论着什么 不过秦凡懒得去听 他知道这个价格 对方最后肯定愿意接受 真田一郎这个家伙 又不是傻子 他也能把这个账算得明明白白 一千块一斤种子 他的利润还是挺大的 其实秦凡就是一斤两千块 对方也很有可能会接受 果然五分钟后 真田一郎这才叹口气 看着秦凡点头说道 秦老板 行吧 这个价格我们接受 希望下次我们在合作的时候 你能给优惠点 下次看你的态度再说 态度好点 顶你优惠点 秦凡摆了摆手 瞅着真田一郎的 跟吃翔的表情一样 他也没跟对方多废话 只是简短地 说了种子质量的问题 最后跟对方签订了合同 真田一郎这次要了一千金 所以直接是百万的合同 等朱浩跟真田一郎两个人走了之后 翠兰这才从屋内出来笑着问道 小凡 我瞅着你刚才跟那两个人谈得不好呀 是啊 秦凡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没有必要跟那家伙客气 一副牛逼哄哄的样子 我没揍他就已经很好了 翠兰一听 顿时瞪了秦凡一眼笑着说道 臭小子 你这脾气还真是改改了 叹口气 翠兰接着说道 不过你还别说 那个岛国人自进门来 就感觉很高傲那种 刚才我给倒水的时候 这家伙还专门看了一下 杯子是不是脏的 反正我觉得 那家伙比较难打交道 秦凡听翠兰这样说 顿时眉头一皱 他心想娘的刚才千把块 真是要少了 等下次来 直接要两千块 顿时秦凡瞅着翠兰笑着说道 嫂子你放心 那个家伙在咱们这里装不了逼的 跟着翠兰聊了一会儿 秦凡便去忙其他的了 两天后那些货物价都送来 秦凡让人将那些东西都安装好了 紧接着秦凡又给县供销社那边 打电话让送货物来 等东西送来摆好之后 秦凡的超市开张了 他取名叫做道乡村超市 在鞭炮声中 所有的村民都涌到了超市门口 人人都拍手鼓掌 毕竟之前村里唯一的一个 就是村头老李家那个小卖部 李老头这家伙不太实诚 不但卖的东西贵 而且还卖过期东西 所以搞得村里人 对李老头这个人 有很大的意见 而现在好了 秦凡这个超市开业 以后他们不用每次 再去镇上 赶集大包小包的日用品扛回来了 而秦凡也畅快 开业第一天 全部商品打扮蛇 本身他也不想靠这个赚钱 所以打扮蛇还是可以的 大家伙一听顿时更加高兴 赞叹秦凡之余 一个个跑到超市里选购货物 李孟玲则如愿以偿地 当起了超市的营业员 第一天结束的时候 超市几乎所有的东西 基本已经卖空了 李孟玲在超市里算完营业额 抬头笑着对秦凡说道 小凡真是没想到呀 第一天咱们东西竟然卖了这么多 是啊 秦凡点头笑了笑 说道 没有想到咱村里的人购买能力挺强的呀 李孟玲敏嘴一笑说道 对呀 估计一个个都憋着进买呢 玄机李孟玲将营业额交给秦凡说道 小凡这是今天的营业额 你数数吧 秦凡转头看了一眼白手说道 钱我就不用数了 我还不相信你呀 李孟玲一听顿时心头一暖 被人信任的感觉真的很好 于是李孟玲点了点头笑道 那好 这钱我就先放这儿 隔一段时间咱统一算一下 行嫂子 反正我对这些都不太懂 你看着办就行 秦凡咧嘴一笑 李孟玲嗡的一声 玄机瞅着秦凡笑着说道 小凡 我也想买东西 晕 秦凡指着货架笑着说道 嫂子你想要啥就拿呗 我其他的东西就不用了 买一包卫生巾就可以了 李孟玲笑着说道 这可是我第一次在村里买这东西 以前在牢里头那里都不敢买 秦凡饿得一声 嘴张了张 但最终啥话都没有说 两个人又扯了一会儿 秦凡便回了家里 晚上的时候 他给村长牛大胜拿了瓶好酒 又给带了一条好烟 毕竟这次他的超市能开起来 多半是有村长牛大胜的帮忙 到了村长家里 牛大胜没有想到 秦凡会拿东西过来 一边嘴上埋态着 但是心里却很高兴 他心想 这个秦凡这个小伙子 还真是会办事呀 在牛大胜家里坐了一会儿 秦凡本来要回家 这时候 牛大胜一把拉着秦凡笑着说道 小凡 不用这么着急回 我让你沈子 给咱置办两个下酒菜 咱也俩好好喝一杯 是啊 小凡你就跟你叔坐着呗 沈子给你们炒两个菜 在底下的沙发上 坐着织毛衣的桂花 站起身笑着说道 秦凡下意识地瞅了一眼桂花 见桂花胸脯撑起的衬衫 汹涌澎湃 秦凡心想 这要是哥以前 桂花那抱脾气 他还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现在好了 自打上次桂花 给他在厨房道谢之后 这桂花的态度也好多了 对牛大胜更是体贴 而且他发现 县城种子站那个家伙 自打那次车胎爆了之后 也没再来过 看着桂花冲他微笑 秦凡也没再好意思拒绝 于是点了点头笑道 那麻烦沈子了 臭小子 这有啥麻烦的 桂花摆了摆手 将毛衣放在沙发上 转身扭着大屁股 出门去了厨房 这时候牛大胜笑着说道 小凡 你就别客气了 在书这儿就当自己家一样啊 好 秦凡咧嘴一笑 点了点头 很快桂花炒好了 两个菜端了上来 秦凡便跟着牛大胜两个人一起喝酒 桂花坐在底下 看着也嘴馋 于是也喝了一点 等秦凡跟牛大胜喝完之后 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从牛大胜家里出来 秦凡原本打算是想着 给村支书张雪晴拿一些东西的 但是瞅着时间太晚 秦凡一想 还是作罢 在路上 他给张雪晴打了一个电话 看着妞有没有睡觉 结果电话刚一打过去 张雪晴就接了电话埋怨道 咋了 今天咋突然想起 给我打电话了 秦凡饿的一声 一想这段时间 还几乎真的很少 给张雪晴打电话 顿时秦凡咧嘴一笑说道 这不是这几天忙吗 本来想着晚上 给你拿点东西的 但是一看这么晚了 还是改天再拿给你吧 张雪晴摇头笑着说道 还是别 你现在拿过来吧 反正我现在也没睡 秦凡呃的一声 这才说回去拿了东西给送过来 挂了电话 秦凡回家拿了一些吃的用的啥的 走到张雪晴家门口 秦凡敲了敲门 很快张雪晴开了门 秦凡这才瞅着张雪晴穿的一个睡衣 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姿怅窍 张雪晴瞅着这家伙那双贼眼 在他身上打转 于是脸一红瞪了一眼说道 看啥呢 还想不想进来啊 这暴脾气 秦凡一阵无语 拖着大包小包的走进来 到了房间 秦凡将东西放到沙发上 笑着说道 这是给你拿的东西 说完他这才转头看着张雪晴 在灯光下 秦凡看到张雪晴穿的睡衣 那雪白一片白花花的脖梗之下 有道事业线 不过这个事业线没有李孟玲那个神 但即便这样 秦凡还是觉得看多了大的事业线 张雪晴这种不大不小的事业线 其实也倒别有一番迷人风景 人都是这样 不能总一直吃素的或者昏的 素昏搭配才好 张雪晴忽略掉这家伙贪婪的眼神 于是转头瞅着那堆东西说道 你咋想起给我拿东西来了 晕 秦凡一阵无语 笑着说道 给你拿东西还需要啥理由呀 这些东西你慢慢吃吧 吃完我那还有 张雪晴笑了笑说道 我算是明白了 你把我吃胖之后 嫌我太胖 就可以立马一脚踢了我 秦凡一听 心想这女人的思维还真是奇怪 给拿些好东西 都能这么想 于是秦凡笑着说道 你猜的还真没错 等你胖了 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踹了你 然后找其他漂亮的姑娘 张雪晴冷哼一声说道 臭小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是啊 我就是没安好心 所以我这么晚过来了 趁你没胖的时候先享受一下 说着 秦凡走过去 一把搂着张雪晴的细腰 感受着对方细腻柔软的腰肢 秦凡将对方推倒在沙发上 这时候张雪晴想要反抗一下 但是嘴巴早都被秦凡的嘴巴给堵死了 嘴里只能哼唧着 瞅着张雪晴眼里迷离 一副醉意朦胧的样子 他恨不得现在就想将身下的张雪晴给吞了 秦凡缓了缓神 这才起身笑着说道 好了 你也早点睡吧 张雪晴起身整理睡衣 抬头略为埋怨地看了看秦凡 他本来想说什么 但最终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心里其实明白 这家伙不想突破最后一道禁线 于是张雪晴点了点头 送秦凡出了门之后 转身关上门 随即走进卫生间 秦凡回到家里已经十一点多了 到了房间之后 他就立刻睡了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 秦凡在公司忙了一会儿 又让李孟玲给县城的供销社打电话让送货 随即开车去了县城 今天是妹妹秦凡儿放暑假 虽然他们前段时间已经放了 不过在学校里还是补了两周的课程 秦凡将车停在校门口 十多分钟后 随着放学铃声一响 学生纷纷从学校门口涌了出来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 放暑假就意味着暂时解脱 所以每个人都很高兴 秦凡瞅着这些学生的模样 于是暗自笑了笑 实际上他还有些羡慕这些家伙 无忧无虑 而且还能度过学生时代 他心想要是那会儿他不辍学的话 说不定现在也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吧 正想着这时候 秦凡抱着书走出来 喊了秦凡一声歌之后 便钻进了车里面 秦凡并没有着急走 而是等着李小燕 他现在已经习惯接妹妹的时候 顺便接李小燕 在车里边等着李小燕 秦凡边跟着秦凡聊天 忽然秦凡脸色微微一变 指着车窗说道 哥 你看 秦凡转头一看 顿时眉头一皱 瞅着在李小燕的旁边 围了两个高个染着黄发的男生 而这两个家伙 一看就是学校那种小混子 顿时秦凡拉开车门走了下去 走到李小燕跟前 这时候 李小燕一瞅秦凡来了 顿时脸上一洗 如同解脱似的 顿时跑到秦凡跟前说道 小凡哥你来了 秦凡笑着点了点头 随即看着那两个黄毛学生 秦凡指了指那两个家伙笑着问道 那是你同学 李小燕一听 急忙摇头低声说道 小凡哥才不是呢 这两个家伙 一直缠着我好讨厌 秦凡呕呕的一声 看了那两个人 一眼笑着说道 以后就别缠着我妹妹了 下次再让我看到 我就不客气了 这两个家伙 本来对秦凡走出来 坏好时就不高兴 现在一听秦凡的威胁 顿时其中一个家伙 指着秦凡骂道 娘的 你找死呀 秦凡一听眉头一皱 停下步 转身走到那黄毛家伙跟前 抬手啪的给了那家伙一巴掌 秦凡冷冷道 真他妈给脸不要脸 黄毛脸上一阵吃痛 他没有想到 秦凡这家伙 竟然敢直接打他 而且还在这么多人跟前 这时候很多人都围了上来 现在这个县高中很多人都认识秦凡 所以大伙议论纷纷 说黄毛这两个家伙找死 当时黄毛捂着脸 骂道 他娘的找死 老子弄死你 说着一拳向秦凡咋去 秦凡伸手拨开对方的拳头 反手一提又给了一巴掌 这时 另一个黄毛扑上来 秦凡抬脚直接踹翻 紧接着又走过去 给了两巴掌 直到两个黄毛求饶的时候 秦凡才停手 盯着两个黄毛秦凡冷冷道 记住老子的话没 以后要是还敢缠着我妹妹 老子弄死你们 两个人急忙点头说道 哥 我们记住了 再也不敢了 秦凡这才拉着李小燕上了车 这时候那两个黄毛家伙 一瞅秦凡这家伙 竟然开的是奔驰百万车 顿时一个个脸色又是一遍 同样站在人群里的陈辉 跟几个小弟也是不敢吭声 实际上那两个黄毛小子 是他最近刚收的小弟 这两个家伙是刚转到这个高中的 所以不知道秦凡这家伙的厉害 要是平常有人揍他的小弟 陈辉肯定要带人出去装逼讨回来 但是现在这家伙是秦凡 陈辉肯定不敢招惹 他更不敢出去踢小弟出头 他害怕秦凡再揍他 开车往村里走去 李小燕看着秦凡开着车 犹豫了一下 这才对秦凡说道 小凡哥 刚才谢谢你了 秦凡一听 瞅了一下后视镜 看着李小燕 正扑上着大眼睛看着他 秦凡摇了摇头说道 不用客气 以后有啥事 你就吱声 李小燕 嗚的一声点点头 这才转头看向秦凌 于是笑着问道 凌儿 你暑假打算干啥呀 以往秦凡儿每年暑假 都会编织逐框啥的 卖钱补贴家用 不过现在肯定不用了 于是秦凡儿笑着说道 暑假给我哥帮忙呗 说完 秦凡儿又问李小燕 暑假干啥 李小燕想了一下 便说他打算暑假出去打工 赚点生活费 一听对方这么说 秦凡扭头看着李小燕问道 小燕 你工作找好了没有 李小燕摇了摇头说没有 秦凡呗的一声便笑着说道 这样吧 你也别出去了 一个女孩子出去也危险 我现在再见办公大楼 你跟凌儿帮造 我正常付你工资 你看成不 李小燕一听 顿时高兴地问道 小凡哥真的假的呀 问完他 似乎觉得这样问有些不好 于是摇头说道 小凡哥 我给你帮忙就可以 工资不用给我了 我爸妈今年在你那拿不少钱 秦凡笑了笑白白手说道 不能这么说 这是两码事 你爸妈付出劳动 肯定要有回报呀 你也别说了呀 这事情就这么定了 秦凡儿恩的点点头笑着说道 小燕姐 暑假 我们还能在一起了 我们还能作伴呀 李小燕心里一暖 抬手偷偷地 瞅了一眼秦凡的背影 李小燕冲着秦凡儿点点头 很快车到了村里 接下来的日子 秦凡儿跟李小燕则帮躁 夏天太阳剧烈 而且又到了每年的高温期 秦凡每天让给工人熬绿豆汤 又有降温费 而且还给工人住的店 安装空调啥的 虽然这是一笔大的花费 不过秦凡觉得 这些远离他乡的农民工也不容易 比英对他们好一点 他一直觉得农民工应该是最值得尊重的 干着最辛苦最脏的活 但受到的待遇却是最低的 秦凡在忙于工地的同时 也不忘修炼 他一直对着山洞里 那边古剑念念不忘 这天晚上 秦凡吃过晚饭 去了道乡村超市 跟李孟玲聊了几句问了一下 超市还需要改进啥的 跟李孟玲聊完 秦凡便回了房间 瞅着没人打扰 秦凡便盘腿坐在床上开始修炼 小黎那家伙蹲在椅子上盯着他看 秦凡也没搭理这家伙 于是闭眼修炼 灵器沿着四肢百孩开始运行 秦凡额头上的汗水越来越多 四个多小时后 秦凡将灵器聚于丹田之中 吐出一口浊气 他这才睁开眼 这时睁开眼秦凡顿时傻眼了 瞅着蹲在椅子上的小黎 只见那家伙闭着眼睛 全身竟然有一层淡淡的乳白色光运笼罩 这时候那家伙的样子 不像是一只野猫 那神态反而像是一个 修炼千年的小家伙 秦凡无比震惊 他心想是不是修炼时间太长 出现了幻觉 秦凡擦了擦眼睛 等再去看的时候 这时候他才愕然发现 小黎睁开眼睛盯着他 而这时他全身那层光运 已经消失不见 顿了顿 秦凡起身下床 他想要去看看小黎 结果小黎跟做贼似的 直接一跳搜的一声 就沿着窗口就跑出去了 我靠 秦凡一阵无语 这家伙的速度令他诧异 因为这家伙 自他收养以来懒得很 除了吃就是睡 平时秦凡就是踢一脚 这家伙都懒得翻一个身 他没想到 今天这家伙速度这么快 站在地上 秦凡心想 刚才那层光运 到底是不是真的 而这个光运 明显跟平常的光不同 他之前虽然隐约觉得 这个小家伙不简单 住在那个山洞 身软如蛇 而且能够将那条他都打不过的巨蟒喝退 这本身就已经很让人不可思议了 但他没有想到 这家伙的身份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叹口气 秦凡瞅着身上有污垢摇了摇头 他心想 到底啥时候 修为能够提升一层呀 每次修炼都会这样 法精洗水排毒 这说明 他的修为 只是停留在最基础的那一层 还比较差 旋即 秦凡开门走了出去 冲了一个澡 他直接回房去睡了 半夜小离瞅着 秦凡睡着了 于是又沿着窗口爬进来了 蹲在那个椅子上 片刻后 小离的身子周围 又有一层光运笼罩 在黑夜里 那光运如同荧光般 在空气中漂浮 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 转眼间 已经到了八月中下旬了 秦凡这边的办公大楼 按照工期 以及工人施工的进度 差不多有一个多月 就可以完成主体施工 在这段忙碌的日子中 秦凡依然没有忘记修炼的事情 他现在已经将那套拳法 打得如云流水 而且力度啥的 都相当有模有样 另外 因为拳法的快速进步 他的修为也在一点一点地积累 上周秦凡在修炼的过程中 意外发现 他的指尖 似乎能够导出灵气 这天下午 秦凡从工地回到家里 坐在客厅歇了一会儿 便拿出那本修行导气书翻阅起来 自打上周 他发现他的修为能够导气之后 这几天更是加紧练习 每天晚上无论忙到多晚 都要修炼 将大门紧锁 走到院子中 秦凡便开始地修炼 今天父母跟嫂子他们走亲戚去了 所以秦凡并不担心有人会看到 将那套拳法重新演练了一遍 紧接着 秦凡将拳法和灵气柔和起来 一边练习秦凡紧闭双眼 丹田之中 灵气在体内沿着四肢百骸游动 紧接着 秦凡默念口诀 灵气全部拘于指尖 随着拳法的摆动 秦凡指尖指向前面一个木门 紧接着一束以肉眼看不到的光芒 直接轰向木门 砰的一声 那木门应声被灵气击穿了一个洞 睁开眼睛 瞅着那个洞 秦凡长须一口气淡淡一笑 上个月处于伐筋洗髓的阶段 现在能够将灵气导出体外 已经让他很满足了 将那个木门拿起秦凡观察了那个洞 虽然能够激透 不过他知道这才只是最初始的阶段 等以后修为进一步提高 到时候斩杀那条山洞的那条巨蟒 也不是没有可能 收拾完一切 秦凡去冲了一个枣 正打算去睡会儿 这时候吴慧欣打电话过来 瞅着手机屏幕 秦凡心想 有个把月都没有见吴慧欣了 顿时秦凡接了电话 听完吴慧欣的电话后 秦凡顿时惊愕 直接挂了电话 穿上衣服出了门 来到村口 秦凡果然瞅着吴慧欣站在村口 走到对方跟前 秦凡笑着问道 你来了咋不进来啊 又不是不知道我家 吴慧欣摘下墨镜 露出那张冷艳 却又让人很想接近的那张脸 瞅着秦凡笑着说道 我突然空手来啥都没买来 有些不好意思呀 秦凡饿得一声顿时无语 笑着说道 晕 这就跟你自个家一样 你有啥不好意思的 再说 现在都有超市了 还买啥东西呀 说着 秦凡招呼吴慧欣去了家里 将吴慧欣的宝马车停在门口 秦凡带着吴慧欣进了院子 瞅着家中没有一个人 吴慧欣好奇地问道 叔叔阿姨呢 秦凡白白手说 告诉对方 吃完午饭 一家人就去走亲戚去了 吴慧欣呜呜点了点头笑道 那你咋不去呀 秦凡给吴慧欣倒了一杯水 放在茶几上 下意识地瞅了一眼对方 个把月不见 其实秦凡还挺想念吴慧欣的 于是 秦凡笑着忽悠道 这不是提前算准你今天会来 所以我都没去在家里等你呀 吴慧欣瞪了一眼笑着说道 你忽悠谁呢 我可不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让你忽悠 秦凡咧嘴一笑 便问吴慧欣咋今天忽然来了 这时候 对方才告诉他今天 是去外线谈了一批药材 吴慧欣心想 好久都没有见秦凡了 所以过来看看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秦凡笑着问道 我们有多久没有见了 吴慧欣叹口气说道 是啊 好久都没有见了 我从出差回来就一直忙 说着吴慧欣顿了一下 瞪着秦凡说道 臭小子 也没见你来市里看过我 啊 秦凡摇头笑道 我这段时间也很忙 有一个月都没有去市里了 说着 秦凡拉着吴慧欣的手笑着说道 这不是今天你来了 下午咱好好聊聊人生 吴慧欣哪能不知道这家伙的意思 顿时脸一红瞪了一眼 说道 跟你有啥人生可谈的 但即便这样说 秦凡搂着他 他也没反抗 两个人躺在沙发上亲着嘴 片刻秦凡起身出门 将大门关了 于是跑了进来 抱着吴慧欣去了自己房间 将吴慧欣放在床上 秦凡趴在吴慧欣身上笑着问道 这段时间没见 你肯定想我了 这时候吴慧欣红着脸 点了点头说道 是啊 你还别说这段时间 还真想你了 秦凡笑了笑 说道 是哪儿想呀 是上面想 还是下面想呀 吴慧欣一听 更是脸红 秦凡这家伙流氓起来 还真是要命 顿时吴慧欣假装生气 做事要推开这家伙 但没想到秦凡这家伙 牢牢牢贴着他的身子 紧接着两个人抱在一起 在床上翻滚 衣服一件一件的飞了出去 片刻就听到吴慧欣的哼唧声 一阵疯狂过后 吴慧欣趴在秦凡的怀里 瞅着秦凡搂着他没有说话 这时候吴慧欣才笑着问道 你咋不说话呀 秦凡摇了摇头笑着说道 再回想刚才在床上你那消 浑的声音呢 吴慧欣实在受不了这家伙流氓了 顿时又生气又好笑说道 我说臭小子你生事着揍呀 是啊 要不要再听听你的叫声呀 秦凡笑着说道 于是翻身又将吴慧欣压在身下 等两个人疯狂完 又说了一回话 一直到了天快黑了 两个人才起床穿衣服 穿好之后吴慧欣收拾了一下 本来吴慧欣说要连夜回市里的 不过秦凡一瞅 这天色太黑 于是摇头说道 你还是别毁了 晚上就住这儿呗 反正家里就我一个人 吴慧欣瞅了一眼说道 那咱说好了呀 晚上你别再占便宜了 我现在都感觉双腿有些发软 可不能再让你折腾了 他发现每次跟这家伙干完事 双腿都发软 晕 秦凡笑了笑说道 你放心吧 我晚上保证不动你 喜欢秦凡故事的 希望大家评论 点赞 订阅 小编才有动力 更新精彩故事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按照聚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